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嘴巴不要乱讲呀 两点 如果你在讲佛法的时候 你好为人师呀 你就长愚痴呀 比方说 你一看边上这么多人都在听你演讲 好像你在讲体会 你当时的心根本不是为了去理解佛法 而是为了你看边上有这么多女孩子看着我 或者有这么多男孩子看着我 哎呀好像一种显化 好像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显露自己的 那你已经有骄傲的情绪 功高我们在里面 那你马上就长愚痴了 那你的 那你的这个这个业障就 业障比例就长上去了呀 听懂吗 自己讲法的时候 这个发心 对了 即使有可能 即使有可能讲的确实挺奴隶如法的 但是你这个心不振了之后 这个业障也会上去 对就是这样 吃苦头的 很多人很多人一辈子红法 但是最后为什么功高枉慢 最后还是下去啊 因为你发心不对了 你全部都是为了面子啊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活的就是个面子 最后就反而没面子 对不对啊 旧人不能没面子了 你看很多人花钱 啊好像是怎么样 最后到处就想啊 你看我慈善 我搞慈悲 最后呢 人家说他的假慈悲 假和善 他为了某某某目的 好了报纸把它一讲出来就完了吧 对不对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说 平时起心动念 都要很注意很大 你今天 讲八话不把 如果你今天 不为边上的 什么男男女女啊 你特别喜欢的某一个女人 或者你 特别觉得 大家都看着你 好像很欣赏你 你有这种心情了 你就完了 修心特别难的 修心难的不得了的 好好努力修心 这不能像搭花架子一样 对啊对啊 碰到问题 这个就散掉了 嗯对啊